不好了 师姐出事了 她突然晕倒了 好冷 师姐 师姐你怎么样啊 师姐 这是怎么回事 我这儿还有猪翅岩草 应该能暂时抵御寒气 谢谢小郡主了 这份恩情莫是难忘 我一定会保护你 事不宜迟 我们尽快出发去荒谷一计吧 师姐放心 我很快就回来 我 我跟你们一起去 太危险了 小郡主 我们出去说 小月儿 这是吴京的心意 听话 相信她吧 这段时间她的成长 也是突飞猛进啊 你好生歇着 为师先不打扰你了 那就这么说好了 三天后 我们在乾陵城城门会合 没问题 我和尖娇先回去准备 夏晶晶再见了 想好了 死在里面没人给你收拾 能不能判我点好啊 区区荒谷一计就能阻挡我 问题不大 小兔崽子平时没个正经 关键时刻还挺有担当 像我 别顺带夸自己哦 五金师傅怎么不带我 我和你一起去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你们有毒吧 上赶着重开啊 小蠢牛还真得带 还有两个月期限 得趁此机会把情缘池刷满 既然如此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请问 遇到危险该怎么做啊 平难而上 错 遇到危险 先跑为上 是什么懦夫行为 本姑娘的字典里 就没有淘这个字 什么花里胡哨的 买本新的字典再回来 听好了 咱们的原则就是 能偷袭就不要正面纲 师父的语录 真是惊事害死我 得记下来 我爹可不是这么教我 偷鸡摸狗的 大姐 我本来就是反派啊 不好意思 来晚了 看你们聊挺热闹啊 嗨 这俩人非得跟着 没关系 多一个朋友 多一份力量 好 那么 立刻出发吧 一定要小心啊 妞妞 师兄 你看他们 像不像当年的我们 怎么 这就开始扶老了 可是咱们妞妞 还是跟以前一样漂亮 哈哈哈 师兄 还是一如今晚的嘴皮 此处也无碍人 此处也无碍人 以真面目世人 没什么不好啊 妞妞 实在是苦了你了 你想做的事 就是我想做的 为了你 我心甘情愿 说起来 说起来 我们也该去做该做的事了 我心甘情愿 你也要去做 我心甘情愿 你也要去做 在我家乡里 异性也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你们那儿可真是民风淳朴啊 有机会得和吴京好好聊聊 毕竟是力全魔枪任何的人 你什么时候去啊 我好饿啊 好好好 这就去 你这人逃跑都能抽空洗个澡 真怕你又作妖啊 我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有原因的 你居然嫌我笨 这都要扣分 救命啊 我去去救回 你们帮我看好他啊 四妖小姐别生气 吴京师父可是一听说你失踪 就跑去九州商会 商量救人事宜了 真的 当然 出家人不打狂语 谢谢你啊 无相 要是吴京和你一样 和说话就好了 四妖小姐多笑笑就好 这和尚有点奇怪 但愿是我想多了 小兔子乖乖 兔兔这么可爱 当然要吃兔兔了 附近有人 又是他们三个 咱们就这么放弃 小王爷能别怎么交代啊 那天救人的是 林武宗的弟子 我们只是临时改变策略 一切小小宗门 不足为惧 我多嘴 又是小王爷 另外两个好像很怕 这个秘密眼 什么来头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 全都要 阿哥的意思是 要把林武宗和九州商会 都纳入小王爷旗下吗 妈呀 玩这么的 根据仙人消息 这两个势力和雍州王府 交情匪浅 有些棘手 还有仙人 兔哥 别动啊 兔哥 谁 还别说话了 会被发现的 被谁发现呢 阿哥 武京小兄弟 别来无恙啊 你们什么意思 还想打王思耀的主意 我们可没有这种奇怪的癖 不过嘛 也用不着瞒着你们 我们打算在荒谷遗迹入口 和小王爷会合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各凭本事 你哼什么哼 哈哈哈哈 凭本事 真要凭本事的话 你们连荒谷遗迹的门槛都摸不到 他们三个实力肯定比我强 正面上没有优势啊 愣什么呀 什么时候过来的 还以为上次你用了什么邪术 看来我多虑了 我们做个交易 怎么样 怎么不能动啊 他气场那么大 对啊 那个时候 什么交易 按兵不动 按兵不动先 我们聊的 你估计也听见了 怎么样 要不要加入小王爷 弃暗投明啊 有好处没 你配讲条件吗 阿弟 怎么和贵客说话的 道歉 刚才多有冒犯 我道歉 这凹八脸地位还挺高 死多哥居然怕他 还是动不了 我们梁州贫瘠 自然比不上雍州富饶 给不了什么 穷山恶水出刁民 吴京小兄弟听说过吧 若是不归顺小王爷 杀了便是 这就是我们刁民的处世之道 行啊你们 狠起来自己都骂 有本事给我解毒 好好打一场 当我傻呀 给你机会让你跑 是不是 吴京 吴京你在哪啊 糟了 你们去吧 本来以为咱们还能过几招 没想到你居然那么弱 九州商会和灵武宗确实不足为惧 直接在此解决掉夏无忧吧 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有种冲我来 大家可不能都死在这儿 师姐还在等我 我最后再问一遍 要不要加入小王爷 好说好说 一道聪明 可别想趁机逃走啊 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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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京你没事吧 先管好你自己吧 你俩都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了 吴京 吴京 你别吓我呀 我的手 吓死了 醒了 我去还有个我 还不穿衣服 平时挺聪明的 这会怎么降制了 你 你是 我就是千里风 你小子运气不错 不过一只耍小聪明浑水摸鱼 也不是长久之计 你 不是夺蛇 你有系统辅助 还有魔枪之灵 早就不符合逻辑了好吗 这你都知道 我和力学那小妞可不一样 咱们是真正的一体双魂 它只能算气灵 不能通食 包括你在寝室里干了些啥 行了行了 你闭嘴吧 既然你能读取我的记忆 为什么我只记得一点点啊 因为你刚来的时候 被师姐的雷劈到头了 你有问题 以后可以问我 还真有一个 拈花令是你给师姐的吗 我看你日记上写了 那不是拈花令 是幽冥楼长老的令牌 那你放师姐那干嘛 我本来想伪装成拈花令 暂时放在师姐那边 没想到还没等拿回来 你就来了 不好意思嘛 令牌的事有机会再说 脸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啊 哦对 外面有三愣头青在虐我们 我手断了又中毒 小郡主还在他们手上呢 你就是太依赖系统 思考问题就考虑一丢丢 现在得做出点改变才行 那破系统一直在作妖啊 我也很可怜的 系统确实狗 你也确实惨 不过发现不用白不用 你先好好升级 可是我都要死了 主角居然就这么死了 谁说你要死了 我可不想和你一起死了 不然呢 你我境界相同 难不成修为还能双魂叠加呢 得了 过佳佳的游戏该结束了 现在轮到我出场了 身体我先拿回去了 好 看你怂的 暂时而已 等我好消息吧 啊 干嘛去啊 还说到做到啊你 武精 武精你醒了 没事吧 真是 好久不见啊 他还没死 中我的毒针居然还能动吗 这小子的气息不太对劲 你的眼睛 没事吧 放心 等一下打下你往后点 女孩子看到血腥暴力的场面不好 好不对劲 你们还挺厉害 就这都看呆了 看来实力也不咋地啊 你说什么 他很不对劲 不要轻举妄动 拿你们滋养力拳魔枪 就算是我给武精的小礼物吧 武精 你手没事吧 当然 奇怪 你的气息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 不过这样子 也不错 姑娘敏锐 不过现在也不是闲聊的时候 他有点奇怪 说得对 开始吧 气筒 果然有这种东西 还有这种好事 虽然在无名之境修炼了 离忌魂依然有点距离 以一敌三还是勉强 没想到下午又比武精断位高 要打赢这仨得费功夫了 听说灵武宗的武精被力拳魔枪刺穿了 还能活下来横扫全场 我那时候还不信 今日一剑果真如传闻所言 断臂中毒都不在话下 实在是佩服 彼此彼此 接下来咱们可以好好玩玩 我恕不奉陪 留下他们陪你吧 别跑 让他走 三打二我们不划算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段位 赢了就告诉你 一会儿我们好好配合 你们老大溜得挺快 竟没想到也是贪生怕死之辈 不准诋毁我阿哥 别冲动 这就上头了 早就看你不睡眼了 确实 不 相信老二的毒针 卑鄙 你的对手是我 请人炸我们 去死吧 怎么小郡主也不回来了 不会是 四妖小姐 哎呀 都快饿死了 那我们去附近 找些野果吧 还是算了吧 无精说了不让走 万一回来了 发现我们人不在这 要生气 放心 有我在 如果无精师父责备你 我会解释的 无相 你真是个好人 好嘞 那我们抓紧时间吧 早就早回 哎 也带上人家嘛 一个人守在这里 怪害怕的 那赶紧吧 楼侍住 五相刚才 我看错了 越看越觉得 这和尚好奇怪啊 四妖小姐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平僧的故乡看看哦 你是说修行的寺庙吗 我才不去呢 都是男人好尴尬哎 好大 一棵 树啊 奇怪 那么大一棵树 我们之前没发现吗 这里会有海市蜃楼吗 有人在哭 你 你可别吓唬人啊 四妖小姐说的对 跟我来 等等人家啊 我的妈呀 那么多蛇 救我 这位施主 请你冷静一点 千万不要激怒这些蛇 好 好 再死了 畜生 离他远点 擅闯我灵蛇族地界 还敢称呼我的族人为畜生 少装神弄鬼 给本小姐出来 你们胆子不小啊 哎 小月儿 师父在上 原谅不孝弟子月儿不告而别 月儿深知自己的身体 一日不如一日 本不该远行 但妹妹想到 师弟为了月儿冲锋陷阵 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我实在是寝室难安 师父 此趟山高水远 也不知能否回来 还望您 珍重自身 师姐姐 咱们直接去黄澄澄吗 不 先去翡翠森林 我有事情想确认 听师姐的 是不是 想起来什么了 不不 你有事情一直瞒着我 对吧 从来没有 我似乎 你的